十三 十三 怎么了 十三 怎么了 我脚崴了 我脚疼 来来来 歇会儿 我脚疼 二王 通知队伍 原地休息一会儿 同志们 原地休息 哪儿疼啊 这儿疼 五十三 你为什么让队伍停下来 咱们现在还没有过了危险区域 这样做太不安全了 兄弟们都累了 稍微休息一会儿 再说了 当司令还崴了脚 可是天黑之前 我们必须要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知道 知道 不是 说我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 你看没看见我脚崴了 我脚疼着呢 好了 咱们只休息一会儿 最多五分钟 老星 来 连长 小刚 连长 你看这个还能用上吗 小刚 让你去探探路 怎么带回一个贝勒来 这是一个老乡的 他的贝勒 既然是百姓的 你怎么拿回来了 他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 撒腿就跑了 我以为他不要了 就拿回来了 你穿了一身二狗的皮 长得又像鬼的 见着它不跑才怪的 你长才像鬼 你以为我爱穿这身皮啊 我要不是怕光屁股打鬼子磕掺 我才不穿呢 还急 等会儿 你说你刚见老乡了 这个山上有百姓 说明这附近也有村庄 太好了 我们终于有地方歇脚了 这样蒙克 你原地待命 你们两个跟我走 好 担心点 注意安全 鬼子来了 乡亲们 鬼子来了 什么 快躲起来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 赶紧下地道 快躲起来 下地道 你们赶紧藏起来 鬼子来了 快点 快点 你听我的 赶紧藏起来 我等着你的信啊 好 乡亲们 赶紧下地道啊 咋这么近呢 走 我们去看看 这脸太近了 来 林长 这个村子好像 没被鬼子扫当 您咋知道 你看 这铁匠锅还用着呢 没错 要是被鬼子扫当过的话 不会给百姓 留这么多东西的 可 可这村里咋没有人啊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没见人出去吧 没有 林长 有人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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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老乡 我不是八路军 老乡 别跑啊 我说你别跑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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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追 别跑 老乡 老乡 你别跑 别跑 老乡 老乡 站住 老乡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啊 老乡 老乡 你别跑 老乡 你别跑 等一下 老乡 别跑 站住 老乡 你肚子跑这么快吗 放松水 去那边 去那边 好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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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老乡 站住 别跑 老乡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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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啊 你别害怕 我们是八路 你们穿成这样 这不是八路 我们这个 我是一直办法也说不清楚 不过老乡 你放心啊 我们啊 正儿邦尽是八路 兄弟 怎么称呼你啊 我就三喜 我姓杨 杨三喜 好好好 三喜兄弟 我们是路过这儿了 想在这儿歇歇脚 我问我 这村里有没有鬼子的 为师会啊 你认识村长家吗 认识 好 你能不能 带我们去见见村长 好 好 那边 谢谢啊 那边 别耍花招啊 这小子推敲可真够快的啊 这要是我的兵就好了 可跑死我了 走吧 村长 村长 外面来了几个老总 村长没在家啊 老总 你们不知道 我们村长年纪大了 有点耳辈 听不见 我进去叫他 去吧 村长 外面来了两个人 说要见见你 在外边站着呢 你看 这村里人多奇怪啊 我奶奶可是跟我说过 这乱缝岗里 突然就冒出这么一个村来 好 这过路的客人啊 就进去 就再也出不来了 就迷在里头了 你看这个村 我看就选 算了吧 那是你奶奶逗你玩骗你 亏你还是八路军 有点追悟行吗 不是 你看 行了 行了 咱们进去这么会儿了 还没动静啊 三喜兄弟 三喜兄弟 我进来了啊 连长 连长 好 快 怎么了 你看 刚才那个叫 叫三喜的兄弟 这大伙人就没了 你看 怎么不在了 他不会是从窗户跑了吧 让咱见到村长是假 实际要从窗户跑 不可能 那窗户只都好着呢 会不会 这村里真闹鬼啊 行了 什么妖魔怪怪的 老子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连小鬼子都不怕 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啊 只要没鬼子就行 去管了 你们去 咱们带下来 今儿晚上呀 咱就住这儿了 是 特别奇怪 那人搜的一下就没了 别听这个老骁瞎扯 当时我们都在外面站着呢 什么搜一下就没了 你看见了 不是 反正 那人就是没了嘛 直到园 你觉得咱们这村里 会不会真闹鬼啊 胡说 咱八路军战时 不相信鬼神之说 再说了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那 那人咋就搜的一下就不见了呢 我也不相信有鬼 一定是啊 看到我们像鬼子都藏起来了 藏啥呀 就这么大点村 咱能找遍了 还能藏哪 也许在别的地方躲起来了呢 大家都别说了 现在怎么办 大家连夜赶路也很疲惫了 我建议今天就在这儿休整一宿 如果老百姓不理解我们 我们明天就走 大家同意吗 好 我同意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八路军是有军纪的 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就算是做饭 也要拿自己带的干粮 更不能进老百姓的屋子 那我们睡哪儿啊 跟大家说 今天晚上就在外面将酒一宿吧 好 所有人听好 今天晚上 我们就在这里露宿 任何人 没有我的命令 不得擅自离开 明白了吗 村长 我刚才数了数 百姓来后人 有穿鬼子衣服的 有穿二狗子衣服的 还有穿老百姓衣服的 还有穿老百姓衣服的 对了 还有几个穿八路军衣服的 特别奇怪 还有老百姓 他们抢东西没有 没有 连门都没进 奇怪 这鬼子咋就这么客气了 他们烧房子没有 没有啊 都已在墙那坐着呢 难不成是八路军 有可能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咱们家瞧瞧 等过了今夜 再出去不吃 告诉乡亲们 今晚啊 就住在这地道里 好 好 好 来 大三亮 你干吗呀 看你睡觉我就过来了 那你过来 你靠着我干吗呀 你在那边睡得好好的 赶紧回去睡吧 你是连长 我靠着你多安全啊 你别胡闹了 这么多战士 让人家看着 印象多不好呀 不管他印象好不好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 赶紧回去睡吧 里长 昨天晚上 我们在这儿过了一夜 看来呀 这个地方 的确不欢迎我们 所以 我们决定 立即离开 来 有人 有人 老下 别跑 别跑 快跑 三下 别跑 别跑 别动 别跑开枪了 他 他 他 太君息怒啊 别开枪 别开枪 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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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您是这个村的吗 你们是 太君 大爷 您可别太君太君的啊 我们不是鬼子 我们也不是二狗子 我们呀 是八路君 八路君 那那那 那你们穿着 怎么都是二狗子的衣服 大爷 您相信我们 我们真是八路君 穿成这样啊 是为了方便行军 大爷 我们八路君啊 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 我们穿这身啊 是为了帮我们打鬼子的 你们真是八路啊 我们是如假包换的八路 三下啊 赶紧告诉乡亲们 这是八路 是咱的八路君回来了 快去 快去 好 别再没了啊 你看 咱们都误会了 昨天还让你们在外头 住了一夜 没事 大爷 那外面也挺凉快的 到了小黄川啊 那就到了咱们自己家了 你们踏踏实实地住着 乡亲们盼你们呀 都盼了很久了 谢谢啊 谢谢村长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么大个村子 怎么一个人都找不到啊 你们一进村啊 我们都以为鬼子来了 这下的都钻了地道了 村里面还有地道呢 这以前呢 咱们村住过八路君 在村里挖的地道 我们说那一转眼就没了 老乡 看见没 他还以为见了鬼了呢 误会 误会 走 我带你们见乡亲们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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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乡亲们 赶紧出来 这是八路君 是咱们自己的队伍 出来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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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乡们 这真是 我们是八路君 这真是八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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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把你们盼来了 我吃了 刚插了下蛋的鸡 来来 吃上吃 来来 吃上吃 大爷 这鸡我们可不能吃啊 那为啥呀 部队是有规定的 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 你们准备点醋茶淡饭也就算了 这还下着蛋的鸡 怎么就给 就给杀了呢 那怕啥呀 家里还有呢 这杀就杀了 那不吃也都浪费了 这些我吃了 这些我吃了 八路君的规定 您是知道的呀 我知道 我知道咱们八路君哪 是仁义的对我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我就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你们打鬼子 也得吃饱肚子打不是 假不为例 就吃一回 就是吗 对 就是 这只鸡 又不是 咱逼着人家王叔傻的 没有 没有啊 指导员是不是说过 要我们 经常注意团结百姓 时刻注意 联络老乡的感情 指导员说过这话 人家现在百姓 把感情送给咱了 咱要是不吃的话 那咋联络呀 咱要不吃的话 咱要不吃的话 我们就会让王叔热脸 贴了咱八路君的冷屁股 对不对 这个说得对 咱跟老百姓啊 就不能拉开距离 不能拉开距离 不能拉开距离 故事三啊 不是 指导员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呀 并不是想吃这只鸡 谁没吃过鸡啊 是 我们关键是呀 想联络老乡 跟八路之间的感情 所以 老师 我命令你 必须吃这只鸡 否则 我们将辜负老百姓 给咱们的一片恩情 是 吃 是 对对对 吃 趁热吃 多吃点啊 多吃点 对对对 吃吃 姑娘你也吃 吃吧吃吧姑娘 大爷 我不爱吃鸡 齐天君 大佐 前面村子还没有发现 五十三等来的踪迹 五十三会躲在什么地方 我看是不是应该 把搜索行动 先暂停一下 五十三和他的队伍 是我们的心疼大患 一日不处 我们五强就永不安宁 可是如果五强城内兵力空虚 我怕 时间一常会 时间一常会 继续搜索 驾 二罗 你说这个下单的母鸡啊 它就是好吃 真香 真好吃 崔派长 今天这事就算了 从明天开始 严格给我执行部队的纪律 不许吃老百姓家的东西 不许收老百姓的东西 再这样下去 咱这什么了 还是八路军吗 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去 还有啊 大烟花那边 他们刚到部队 还不懂好多纪律 你没事 过去给他们讲讲 咱们八路军的纪律啊 这事我去不合适 你试试道员应该你去啊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们俩是兄弟 对吧 这大烟花又是你们连长喜欢的人 你给他们讲讲纪律 又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是 小儿吧 你是不是 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啊 我太多事了 快点赶紧去 太好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不喜欢她 你不这么想 人家可没不这么想 她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啊 反正我跟她没什么事 而且呀 我也不可能让她做我媳妇 为啥呀 人家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大公子 姑娘白给你你不要 你傻呀 是谁跟我说的 说对我里有什么规矩啊 不到什么标准 不能长期 你要因为这事 那好吧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对吧 你们俩先在一块过着 等找到团部之后呢 我跟团长申请 给你求求情 我愿意 行了 你就别添乱了 关键事 也不光是这个愿意 那还有什么原因啊 我这个心里呀 她走不进来 装着别人了 装不下任何人 装着谁呢 连长 指导员 怎么了 有几个战士 不知道吃啥吃坏肚子 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 你赶紧看看去 说这事是吧 说房了吗 说 我 赶紧去吧 来 快快快 快点 疼 问你你回去话能不能救活呀 我这儿看病呢 你能不能不说话 这儿呢 怎么样 啥毛病 没事儿 他是吃撑了 吃撑了 这怎么可能吃撑了这 这跟中了毒似的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 你得相信我 不是吃撑了 也不可能吃成这样 这么长时间没吃油腻的东西 他一下吃这么多 不撑才怪呢 不是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没吃过肉啊 知不知道肚子是自己的 好 小刚 你找村长要点八豆 八豆 对 快 好 给他吃点八豆 不是 那八豆是给伤口吃的 你给人吃啊 你想吃死他呀 他成成这样 现在就得让他拉几次 拉干净了肚子就不同了 我先走了 等等 我送送你 没出息 就知道吃 刚才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是八路军指导员 再说 现在你们也是八路军战士 这么做是应该的 要不是你那帮兄弟啊 现在我们这帮人 在哪儿活着还不知道呢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 那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些客套话 到此为止吧 一号 大烟花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来八路军好几天了 对这儿适应吗 除了规矩多点 也没啥不适应的 再说了 我从小就在军营长大 也习惯了 而且 每天能跟心中的英雄在一起 我高兴还来不及你 也就是说 你加入八路军 就是为了五十三 我知道你喜欢五十三 但是我告诉你 你我都是女人 这些你瞒不过我的 这些你瞒不过我的 我知道五十三也喜欢你 但是男人嘛 都是重情重义的 我就不相信 我就这么一直对他好下去 他能不喜欢我 五十三 他毕竟是个连长 如果你们两个总这样 你要下面的战士怎么看呢 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 我才管不着呢 我加入八路 就是为了要跟五十三在一起 谁要是敢拦着我 绝不让他好看 好 我觉得吧 你跟指导员你们两个人 其实都挺关心对方的 但是你们俩怎么一碰一起 说出那个话怎么都不是个味啊 特别是外人在场 刚才在老乡家里面吃饭 本来挺香的一只鸡 我这吃的这叫一个别扭 下回有这事 能不能不让我在场 你们单独说 有吗 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啊 怎么没有啊 你们两个人全部都是 指导员来了 你 你是不是找连长有事呢 你坐吧 这是怎么了 鸭蛋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他是吃肉吃撑着了 这帮臭小子 借了肉就往死里造啊 都饿坏了 你们两个还笑得出来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 有非常严重的纪律问题吗 不会吧 这吃个肉就出纪律问题了 没那么严重指导员 阿翁 我问你 咱们是不是八路军的队伍 是 可是你们第一天到老百姓家里 就在人家老乡家里面大吃大喝的 刚才我了解了一下情况 有几个战士喝多了 吐人家老乡家一炕 还有几个战士喝多了 在外面耍酒疯打架呢 傻 有这事啊 那我去看看去 你不用去 我问问你二王 现在这样的情况 还像不像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了 二王 你给我好好查 查完之后 老子我 过他算再禁闭 是 你不用去 我告诉你 就是救国军那包 你看 不是咱们 是他们呀 是这样的 指导院 你看啊 他们是刚来的吧 很多习惯 他们也不适应 那也得改呀 是吧 我们呀 得对救国军的兄弟们 我们得有耐心 是吧二王 对 慢慢的 慢慢来非出大事不可 而且对八路军的名声也不好 他们救国军虽然以前也是抗日的队伍 但是就是一群陆林草莽 很多小毛病他们根本不在意 但是现在到了咱们八路军 就必须得重视起来 我建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所有骨干必须出席 我去教教 二王 你们这干啥呢 村长 村长 正好我找你有点事 有啥事你说 我在咱村子里边转了好几圈了 这村子里边铁建铺不少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咱们村外的山上有铁矿 咱们村里有不少人世世代代 都是打铁的出神 这些帮了大忙了 村长 你先忙着 你叫啥 五连长 五连长 多大了 这就算大了 五连长 我怎么叫他来他也不来 人家五连长看上你了 那是你的福分 你这是脸上贴狗毛 你真是不懂得好赖 大爷算了 人家孩子要是不愿意啊 咱就别为难人家 我们八路居啊从来不强求人 站住 三行这孩子 胆小怕事 我不怕死 你不怕死 你不怕死 你不敢当八路啊 三喜兄弟 那我问问你 你为啥怕当八路军啊 听说你们八路规矩多 我担心加入队伍 你不让我吹唆呐了 你这还会吹唆呐呢 那不正好吗 我们这支队伍呀 还缺一个四号员 等啥时候 队伍里有了军号 那个军号 就交给你杨三喜一个人吹 咋样 对对对 说话算话 放心吧 三喜 我说话呀 绝对算话 好 那我参军 好 去报名吧 兄弟们 走走走走 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你们这是吃什么呢 怎么有这么大的酒味啊 没 没 没有啊 张嘴 张嘴 疼 疼 疼 张嘴 你们家促使用酒精做的 不 还不给我拿出来 拿呀 快 好呀 什么呀 你们真偷喝酒啊 说吧 怎么罚 自己说 不不不 不是大大大司令 那还有 从现在开始 不准再叫我大司令了 咱们这个队伍只有一个头 好 那就是五十三 听见没有 哦 知道了 嫂子 你叫我什么 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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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嫂子 对啊 你是我们五连长的女人 那就是我们的嫂子 是不是啊 是啊 是是 对啊 就是嫂子 是该叫嫂子啊 应该叫嫂子 对 全体力争 向右转 跑步走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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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你看 这些新兵啊 素质都不错啊 一二一 个个身板结实 腿脚还灵活 一二一 十三 你让弟兄们天天跑不行啊 一二一 手里没枪啊 一二一 你看我这儿兆兴奋哪 一二一 哪户不开提哪户 一二一 枪引这话说的 一二一 我这不是替你想着吗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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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头有枪啊 一二一 打仗啊 必须需要枪嘛 一二一 打刀也可以啊 一二一 我在村子里转了好几圈 这村子里边有不少会打铁的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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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子之内百十把大刀保证能做出来 一 还有啊 一二一 周围这几个村子里有农贤的时候 一二一 练功夫的传统 一一 但找一些会功夫的后生 组成一个突袭派不用想 一二一 但冲锋的时候 一专用刀招呼鬼子 对呀 二一 一二一 蒙高 你以前可是二十九军的呀 一二一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我可跟我说过 一 如果呀 一二一 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支部队打仗的话 一二一 你未必能打过我哥 一 但是论刀法 一二 我哥未必能打过你 一二 这样 我哥 这个突袭派就由你来带 所有战士由你亲自挑 一二一 以前啊 牌里边有一些 跟我哥学刀法学的比较好的战士 也交给你 一二一 让这些老兵 带一带这些新兵担子 咋样 一 就这么定了 好 我去照顾了 一二一 一二一 一 一二 连长 连长 不好了 怎么了 你快去那边看看吧 一 怎么回事啊 这新兵担子不参加训练 三喜 这新兵担子 就跟我们这耍脾气了 挺有性格呀 你们八路偏心 偏心 我还头一回听说 我们八路也会偏心 偏差心了 来 都是当兵的 人家都有军帽带 我们啥都没有啊 这事啊 行 我告诉你三姐 我这顶帽子 我承认 是我打赌跟人家摔跤赢来的 这顶帽子啊 已经有五个人戴过了 都战死了 我知道了 要想戴上八路军的帽子 就得跟你比试比试 你个臭小子 搞了半天 合着是盯上老子这顶帽子了 你都可以跟别人摔跤赢的帽子 我也行 连长 跟他比试比试 对 对 比试比试比试 比试比试比试 都闭嘴 瞎起啥后子 行了行了 不就是比试吗 没啥大不了 全当是 我们老爷们之间 切磋武艺了 行 三姐 你要能比过我呀 我这顶帽子 就给你 好啊 连长 连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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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摔他 摔他 挺有劲的啊 连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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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揣 衰 没有 连长加油 连长加油 这一损 别打了 停手 不是吧 我夫妮 联奖 你个臭小子 挺有了像的 行 我这儿说了 养的 这帽子 怪你了 好嘞 早就听别人说了 连长说出的话 就是拳头打着金戈的 等会儿 你把老子我刷成这样了 就这么走了 咋了 你刚说的话反悔了 这样吧 从今天起 你就做我的警卫员了 警卫员是啥 警卫员的主要任务 就是保护好连长 没事给他叠个被子 倒个水啥的 我 我不干 我是爱打鬼子的 我不是爱死狗人的 别被他倒水就不用干了 连长 你原先不是说 让我当司号员吗 怎么干上警卫员了 我们团呀还没有号呢 我答应你 只要一有号 就先交给你来吹 好 我给连长面子 敬礼 好好训练吧 大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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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事了 让人什么 让人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不好了 咱五连长跟人打起来了 啥 跟人打起来了 走 找他去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还没说完呢 你招啥急呀 你说呀 没大事 就是跟村子里一个小伙子 比试比试 比试比试啊 那是不是五十三仗着自己是连长 把他打了 你可拉倒吧 要有那事还好了呢 你都不知道 那小伙子长得 那么高 那么壮 那几个大背块 啪啪的 就把咱们连长给摔地上了 爬不起来了 那鞋都摔破了 啪啪的就给摔地上了 啊啊 鞋都摔破了 啊 不是 你说 你说我这张脸全都给他丢尽了我 可不咋的 丢死人了 你干啥去啊 我给他拿药酒 给他擦下商量我 这儿呢 准备好了 还挺贴心 你说你作为我们的连长 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摔成那样 你让我们救国君兄弟的脸 往哪儿放啊 也没啥 这个呀 都是爷们之间的切磋 这很正常 关键是啊 我觉得杨三喜这个小子 有一股冲劲 在战场上 肯定是打仗的好手 我告诉你 改天我一定找机会找这小子算一算 我得把这脸给你蒸回来 大司令 你可别闹啊 我伤得也不重 我都说过了 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事 你就回去吧 不行 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那你放这儿吧 到时候我自个儿抹 那哪儿行啊 我得亲自给你抹 这才行呢 你要是不让我抹啊 我今天还不走了 不是 我自己能吗 不行 就得我给你抹 来 放这儿 趴下 趴下 大司令 我自己能行 就得我给你弄 疼啊 我轻点啊 轻点 那个连着 不好意思啊 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不不 指导员 你来的非常是时候 你是要跟我谈一下 工作的事是吗 大司令 我和指导员 要谈一下工作的事 那你 不是 怎么着 谈工作的事 我还不能在啊 不是 我们要说一些 找团部的一些事 那行吧 那你们先谈 谈完了 我再回来给你擦药 这个药 今儿挺大 五十三 你长本事了是吧 你一个连长 怎么跟孩子似的 跟那新兵大子打架 那够有出息的你 还想入党啊 我那不是打架 我那 那是 我是切磋 你不总说嘛 当干部的 要和战士们 打成一片 我是让你跟他们 多交流 谈心 我让你跟他们打架了吗 还有我问你啊 那个警卫员是怎么回事啊 你一个连长 还是代理的 你身边弄个警卫员 五十三 你现在尾巴翘得够高的呀你 是这样的 咱连现在光主力排架在一块儿 都有四百人了吧 昨天又招了那么多 再加上周围村子的民兵 怎么说也得小五百人了 可咱军分区 那一个小团 也就这么多人吧 老子我都顶上一个团长了 我给自己找个警卫员 这也不算是过分吧 你就是一万人 你也是个连长 你也是个连长 而且还是代理的 团长成不成人还不一定呢 指导员 是这样的 当时 咱们撤出来的时候 我哥他牺牲了 那时候 我们团里只有二十八个人 可是现在呢 你看看 我们团 已经有小五百人了 我想团长 他心里一定清楚 他一定 会承认我们的 再说了 三西那小子呀 挺机灵的 而且对我脾气 我不是战时的吗 他也算是战时的 等啥时候 找到团长了 我呢 还继续当排长 三西还继续当他的战士 你看这样咋样 那你要是这么说 我听着还挺欣慰的 说明你五十三的觉悟提高了 那行吧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了 我这 那个 三西摔跤的时候 给衬搞了 人家大烟花 不是给你送药酒了吗 自己图图就行了吗 不是 我刚才是因为自己 够不着才让大司令给我抹的 他现在走了没人给我抹了 我这后面够不着 原家 趴下 就老门 真的要不着呢 你怎么会给你带牦 你怎么会给你带牦 我这次应该就给你带牦